天龙寺是日本特别历史遗迹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将贵族的优雅 与寺院的玄妙融为一体 呈现出一种明媚的神秘感 这是只有枫叶季 才能观赏到的绝佳景色 从入口前的参道开始 就能欣赏到满目迷人的赤红枫树 道路两旁的火红之姿 浑然天成的融于风鸾叠耸之间 秋霜烟波 层林浸染 水乡园林内随处可见古老法堂 禅堂和方丈居室 似亲历木骨沉中 穿行于回廊回环 观山清水秀 一片雅韵风光 曹原池庭园是完整保存至今的 最著名景观 被指定为日本第一个 史记特别名胜庭园 于后方的龟山 及远处的蓝山 形成池泉回游借景式庭园 京都天龙寺于1339年建立 湖阁如画 踏足其中 可以新年寺庙群立的盛况 天龙寺后方 沿路两旁的竹林小径 布满高耸清幽的清竹 风过生动 翠摇光转 不间一间 就能沉浸到幽静遐想之中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 京都报道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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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